台北市線上教學影片 高中物理篇 立舉 主講人 立山高中 張良肇老師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拔釘子 這是一個釘子 這是一個鐵錘 那我們怎麼利用鐵錘把釘子拔起來呢 好 我們靠上去 這邊是我們的抗立幣 這邊是施立幣 這是支點 我們利用立舉的概念 施立乘上立幣就是等於往這個方向的一個立舉 抗立乘上這個抗立幣就是往這個方向的立舉 因此我們利用立舉的方式可以輕鬆的把它拔起來 立舉可以拔釘子 那立舉還可以用來幹嘛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內容包含有 原理模擬 實驗影片 立體計算 以及備註說明 腳東央的定義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移動 移動 我們來描述這個物體呢 我們是用動量 P P等於什麼 P等於MV 在轉動的時候呢 我們是用L L是為腳動量 那腳動量是得多少呢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有一個指點為M 指量為M的一個指點 那這時候它的速度呢 是叫V 好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知道說它動量得多少 動量P等於MV 那如果我也知道它的半徑以及支點 半徑為R 那R跟P的腳腳為Sita 這時候請問一下它轉動的腳動量是多少呢 好 首先我們先拿出我們的右手 那四指是R的方向 那P呢 四指彎曲指向P的方向 那這時候拇指呢 就是腳動量L的方向 L等於什麼 R close P 好 那R close P 那 close指的是Sine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寫成R P sine Theta 那接下來我們舉個例子來看一下 假設有一個指點做圓軸運動 那這個時候它腳動量得多少 L就等於R P sine Theta 如果說它是做一個正圓的圓軸運動 那這時候R跟P的夾角為90度 Sine 90度等於1 所以這一項可以把它刪去 那L就會等於R P 那P又等於什麼 M V 所以可以成R M V 那R M V V呢 又等於R Omega 所以我們可以形成R M R Omega 那兩個R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形成M R平方 Omega 這邊老實在提醒你一個東西 M R平方是什麼東西呢 好 是一個指點的轉動慣量 那 Omega呢 是轉動的速度 好 那L等於I Omega I是我們轉動慣量 我們比較一下跟P的關係 P是移動的動量 L是轉動的角動量 那M是移動的質量 I呢 是轉動的慣量 V呢 是移動的速度 Omega呢 是轉動的角速度 好 同學看一下這兩個是不是很相近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角動量變換量跟力矩的關係 首先我們來比較一下移動跟轉動 好 移動的時候我們需要一個力量 給它一個力量 那它會產生一個加速度 F的MA 那轉動呢 我們需要給它一個力矩 那力矩得R close F 那力矩呢 就是得R close Delta T分之Delta P 好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知道說 Delta T等於 那一樣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Delta T等於Delta R close P 好 所以這裡我們可以知道 Delta MV就是Delta P 那這邊呢 R close P我們可以寫什麼 L 所以力矩等於 Delta L除於Delta T 好 所以整理一下 F等於Delta T分之Delta P 那力矩呢 就等於Delta L除於Delta T F呢 代表是力 那我們可以知道動量變化量 除以時間 就得到我們所謂的力 那力矩呢 好 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力矩就是 角動量的變化量 除以時間 會得到我們的力矩 也就是說有力矩 就會產生角動量的變化量 有力會產生動量的變化量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力體 有一個半徑為R 重量為W的光滑輪子 在高度H的階梯接觸 靜置在水平面上 今天在輪子中心 是一個水平力量 一使它爬上階梯 但未脫離地面 呈現靜止平衡時 A 輪子受到哪些力 列舉並會出其力圖 B 改用三力分別為F1 F2 F3 何者最省力 假設H.2R 好 這是非常標準的一個題目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解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輪子受到哪些力量 列舉並會出其力圖 來 好 這裡有個輪子 第一個我們先看一下 作用於輪子下 有一個受到重力作用W 對不對 好 第二個 還有一個水平C 一個力量F 然後地面也會給它一個正向力N 還有呢 階梯也會給這個輪子呢 一個力量 有沒有看到 所以有一個水平施力F 還有一個重力向下W 還有呢 這個黃色的N 是地面給輪子的支撐力 還有階梯也會給它一個力量 那這幾個力量 我們可以發現說 輪子所受的正向力 接通過輪子的中心 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個問題 那改用三個力量 分別為F1 F2 F3 那何者最省力呢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當一個重量W下來 那一個高度為五分之二 好 那這個時候 它重力所造成的力矩有多大呢 好 所以我們必須先把 重力所造成的力矩算出來 所以高度五分之二R 所以因此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時候我們可以知道說 重力所造成的力幣呢 是等於五分之四R 那F是水平啦 所以F所造成的力幣長呢 是等於R減掉五分之二R 等於五分之三R 因此我們可以算得出來 F1呢 所獲得的力矩呢 力呢 是等於三分之四W 那F2呢 同理我們也可以知道說 這時候它整個F2的力幣呢 是多少 是二R 所以重力呢 是W 那它的力幣也是一樣 五分之四R 所以F2呢 等於五分之二W 所以可以知道說 如果我用F2來拉 是會比F1來拉 是省力的 好 接下來 F3第三種力 好 是沿著水平拉出去 這時候我們可以知道說 F3呢 這時候它力幣雷多少 好 可以看到它有個半徑R 再加上五分之三 所以五分之八R 重力的力幣還是一樣五分之四R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F3等於二分之一W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力矩可以讓物體轉動 那力矩還有什麼樣有趣的東西呢 好 接下來我們做一個實驗 簡單設計了這個實驗的裝置 那我們給它一個力量 然後這有一個轉軸 會有一個半徑 那我們來看看 當我們有固定的力矩的時候 它的轉速會怎樣 會越來越快 所以它有固定的腳加速度 那在這個實驗裡面 第一個 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給的力有多大 可以看到110.4克 它這個轉軸的半徑是多少 同學們可以看得到 大概是5mm的半徑 準備一隻跟它一模一樣 長度一模一樣 然後呢 內徑跟外徑一模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空管的質量為幾公克 好 為52克 空管的長度為幾公分 可以看到30公分 可以測量它的外徑是多少 這個外直徑為2.5公分 我們也可以測量出它的內徑是多少 內徑為2.1公分 我們有了這些管子的資訊之後 我們可以上網查一下 轉動罐量的形狀會有關係 我們把這些數字 帶入這個公式裡面 算出它理論值的轉動罐量為 0.00074 在之前的實驗裡面 有測過這個空管的轉動罐量 我們當時做出來的實驗是0.0091 我們這邊給它一個力 那這邊有一個半徑 因此呢 這邊產生了一個力矩 這個地方產生了一個力矩 只要一個力矩 你會發現它正在轉動 那我們接下來利用攝影法 我們利用上面給它一個攝影機 來看看它的轉速的情況是怎麼樣 在Videophysics上面 在EXO速度裡 我會發現它速度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假設這邊是EXO 這邊的最大的切線速度是多少 如果我們再處理它的半徑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一點的切線的角速度 那有每一點的這個角速度 那我就可以 除以時間 我就可以得到我的腳加速度 接下來我們用 Graphica這個軟體裡面 一開始的時候的最大速度 我們可以知道 大概是0.272 那時間呢 這邊時候是 大概是0.535 那我們看看 我們把這個速度跟時間 把它抓一個平均 到這個地方呢 過了時間大概是3.436 速度呢 是1.577 最大速度跟時間 我們就可以計算出 它的腳加速度是多少 算一下它的腳速度是多少 有了腳速度 有了施力 有了半徑 那我們就可以算出 它的轉動慣量是多少 那我們帶入公式裡面 我們可以到這個α呢 是等於3.03 好 我們有了α 有了這個重量 有了半徑 我們放在公式裡面 可以算出來 轉動慣量大約是0.0089 大概比理論值多了一些些 那這些可能是 實驗上的一些誤差 例如說 它不是在正中心 或者說 這個半徑有一些 甚至的厚度等等 這些誤差所造成 我們今天 利用力矩的方式 可以去測量出 轉動慣量 好 軟體設備 有物理模擬軟體 運動分析軟體 物理實驗器材 以及攝影錄音設備 Interactive Physis Video Physis 拉力測量儀 自製實驗教具 以及攝影機 那我們製作團隊 主講 教案實驗 美術試題製作 由立山高中張良造老師 攝影剪輯由無名德老師 謝謝各位同學 泥 5 5 8 6 6 7 7